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最近收到的单一 和我如何去选择一些单品来搭配它们 在这个视频开始前 我想解答一些 有可能有一些人会看完这个视频的疑问 大家有可能会介意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观光品 你为什么不去真正分享你自己想买的 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是我想说 其实像里面出现的电商啊什么的 也是我真正自己在逛在买的电商 做拿WF Concept来说 它其实信用纸和Farfetch 那些County一样 也是一个设计师集成电商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 它基本上都是韩裔的设计师 我非常喜欢韩国设计师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的一些不管是剪裁呀 设计都非常的符合亚洲人 其实我是一直平常的有自己在购买 那这一次真的就是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他们可以gifting给我自己选的这些东西 我每次自己选了之后 我收到我也会自己上身去试 有一些单品有可能我也会有失误 我觉得说和网站上有可能不太一样 或者说不太适合我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是会退回去 我是不会真想给大家的 第二个原因是说实话 今年我其实逛边了各种电商 我之前经常会去看去买的一些品牌 今年都没有出一些非常让我心动的单品 那如果说真的有出到让我非常心动的单品的话 我一定是会买来试穿 如果觉得好的话和大家分享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新的品牌 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设计 非常好的剪裁 他们非常想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到他们 然后对于我们博主来说 我们可以在很大限度上面去降低自己的一个成本 来分享给大家一些真正我们觉得自己好用的东西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衣服 非常好的设计都没有出现在我们平常老去逛的这些网站啊 品牌当中 那如果你们可以通过信任的博主 去了解到这一些单品啊 这些设计的话 我觉得对你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三营的局面 那我希望这个回答可以解答一些 大家的困惑吧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赶快开始吧 好 我觉得是可以算了给大家一个节日参考 如果说 大家想要去参加一些年底公司的活动啊 或外面的活动 就是怎么样选的单品 既可以用到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 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特殊的活动 那这一件裙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是来自于ZARA 一体非常垂直的一条 藏色的衬衫裙 那我下面配了一双肩头靴 像这种靴子 比起方格靴来说 就会更适合于正式一点的场合 整个的皮质都很柔软 并且这样穿着走路什么的也很舒服 我很喜欢它胸前的肌带的感觉 会有一些小心感 但又不会太过 并且它整个裙身和这个袖子 都是属于比较宽松的 我自己来说是不太喜欢 太紧身的裙子去参加一些活动 第一是因为 你比如说要吃饭要喝水 很容易就会让你的小肚子凸出来 第二是因为我觉得太紧身的话 我对自己的身材也没有那个优势 所以像我觉得这种不要宽松呢 它是不要适合于各个身材 这个女生去穿 那这个蝴蝶结直接给它这样掉下来 也可以当错了 然后就有一点像choker一样的感觉 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出门的话 怎么样既可以保暖 并且又适合于节日的气氛 像我就会在这个裙子的外面去搭配一件红色的大衣 这件衣服来自于KUN的这个品牌 它是80%的羊毛 20%的cashmere 它这个红色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看 它是有一点偏西瓜红 就不会说是特别正的红 有一些肤色的女生 它不太适合于特别正的红 并且就是它的这个可穿搭性 除非是在节日气氛 平常就是穿起来很红的衣服就很怪 但是这个红它既不会那么艳丽 然后同时它又很符合我们中国人 到节日要穿一些红色比较喜庆的这个气氛 这件衣服套在这个裙子外面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这样穿的去参加一些活动 质感真的超舒服 没有话说 我觉得大家的衣柜里面都应该背肩张 有设计感 但是同时看起来质感很好的大衣 像它这个的款式还有灰色 它其实是专门给一些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 所设计衣服 所以它又考虑到 不管是你的一个剪裁 还是你的一个颜色 对身高的一个影响 就比如说像这一件的话 因为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肩线 然后领口这样 它其实会把女生整个提起来 如果说你个子比较娇小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去穿一些比较扩型 或者说比较随意一些的衣服 但是像这种的话 如果你股价比较小 它就会让你显得宽一些 冬天黑色的大衣 某种程度上面会压低你的身高 但是像这种浅色大衣的话 让女生看起来会表出挑的一些 而且它后面的这个腰带 其实它的一个比例是处于较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在视觉上面看的话 也可以让你的下半身的比例更好 我个人来说 因为之前衣柜里面没有类似的大衣 所以刚才试了之后突然就是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件衣服它其实小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就比如说修口毛绒的这个边儿 它的这个后面的腰带相互呼应 就是有一面是两个口袋 有一面是我一个口袋 整个的材质是100%的羊毛 手感很好 正量也够 所以我觉得想来冬天的话 如果零度到幅度这样的天气 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一身我觉得非常适合于冬天的一个职场或者通勤 这个毛衣它是铁锈红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独特 如果说你的衣橱已经有很多的黑色灰色白色 然后想要一些色彩 但是又不想那么高调的话 这种颜色就非常好 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些色彩 但是又不会让你会显得特别的乍眼 这件毛衣它也含有一定的cash mirror的成分 也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前后不对称的这种感觉 非常适合像比如说你穿一条牛仔裤 或者说工作的裤子 还有比如说像我今天这样的裙子给它这样塞到里面 裙子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品牌moya 他们家的东西我其实比如说像风衣啊西装 然后毛衣已经尝试了很多种了 那今天我尝试了一下这个裙子 真的很适合职场通勤的感觉 上面不管是冬天搭配这样的毛衣 或者说夏天搭配一些衬衣 然后还可以搭配比较紧身的针织衫 不然它全然可以 这个裙子其实你去看它的这个设计感还有它的这个材质 都会觉得这是一条非常有质感的裙子 它是来自于Low Classic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他们家的品牌就无论是从质感 还是从设计度上面来说都非常的好 这件衣服是70%的毛料 但这个毛料非常非常的扎实 所以这件衣服自身来说还是比较重的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咖啡色 然后领口我觉得非常好看的是 它有一个很大很夸张的领口 但这件衣服有可能还是不太适合比较交道型的女生 因为不管是它的这个肩还是它的这个长度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压低你的身高 所以就不是很友好 比较喜欢和自己的另一半share艺术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入这件衣服 因为这个衣服其实男生穿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件大衣是我从去年一直穿到今年的一件 焦糖色的浴袍款 80%的羊毛 再加20%的Kashmir 整个大衣的质感就是非常的柔顺 然后垂坠 但同时它又非常的贴身 然后不会说像你坐在车里面 或者说在室内的时候 如果你不脱胎会感觉特别的硬 去年的话里面配的是连体的牛仔衣 配了一双白色的布鞋 看它就非常的帅气 但是今年的话我今天里面配了一身黑 看起来就会更加的职业一些 大家如果在穿大衣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我觉得蠢色的内搭是最保险 同时也是最百搭的一种方法 像我今天的这个黑色的打底衫 再加一个黑裤子 那鞋子也是黑色 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把这个焦点 放在你整个这个大衣上面 一件浅哈色的羊毛大衣 然后它的成本是90%的羊毛 这件也是我去年中间穿了 比较多的一件衣服 然后它和刚才那件不太一样的 这件的话它的这个形 比刚才那个大很多 而且它的下摆会更宽一些 是你摸它的手感 还是说它穿上身的这个脆脆度都很好 而且你去细看它这个纹理的话 它是有一点十字纹鱼骨纹 这样的一个设计 会让这个衣服的质感 看起来会更好一些 这次相信大家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已经见过我开箱了 它是一件 Eller Star Wars的大衣 然后我里面搭配了一条 这个在Cosma的黑色的脸体裙 它毛量是65% 比起我之前推荐的一些就会差一些 而且它这个里面是有领衬的 有时候领衬会有一个缺点吧 就是如果你里面穿了这种 毛料的衣服 你在脱衣服的时候它会有静电 我觉得解决办法就是你在洗你里面的毛衣的时候 最好把那个金房之类的去除静电的一些东西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形还有这个领 这个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父母那一杯 的大衣上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就不太见了 然后更多的是一些大领啊双领这样的设计 那这个领在今年我觉得它又流行了回来 这种领给人的感觉就是你里面的衣服其实可以搭配的选择性更多 不管是低领啊还是高领它会看起来更复古一些 整个的这个形就是一个直筒 里面就有一个这种设计的可以说是打腰带吧 换这个衣服我是觉得大家最好穿一穿高跟鞋 这样的话会让整个人显得更加挺白 更加高一些 那像这个内搭的选择其实和我之前的那个纯黑的选择 它的理念是一样的 你在外面选择这种大衣的时候 如果想凸显出这个大衣 那么你里面的这个搭配就越简单 然后颜色越统一越好 并且像这种一体式的连衣裙 我觉得会比这种增卡式的会就是更不需要费脑子 然后再想着如何搭配 其实我相信我现在身上的这几件单品 大家的衣柜里面肯定都有一件黑色的这种 比较宽松的打底毛衫 然后一条这种紧色的牛仔裤 还有过膝的靴子 这些毛衫来自于靠 也基本上是我去年一直在穿的一件衣服 这个牛仔裤是上次和大家分享过的 Troy of the Irina 我其实已经好久没有穿我的这双靴子 今天拿出来之后我发现还是很喜欢 那外面搭配了一件这种太迪熊的大衣 这件大衣来自于310目的 他们家做太迪熊的大衣 每一年做的都非常好 在保暖的同时很有自己的特色 在这个今年他们做的是拼接型的这种 它整个质感手感来说真的是超好 像我今天这样穿的话 我就觉得非常适用于那些在特别冷的地方的痛碎 如果你不想穿就是非常沉闷的黑色雨中服 戴棉袄的话 我觉得穿一件这样的衣服 就是既保暖然后又非常好看 这件我觉得不管是从穿搭的一个风格 还是说单品的一个款式 都是我今年不可能第一次尝试 然后这个毛衣是来自于Ruvae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韩国品牌 我当时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 被这个毛衣的细节和它的一个轮廓吸引 它其实是一个三对来说比较厚 然后有这种针织马花 但是有95%的羊毛和5%的 cashmere组成 如果一件衣服不管是大衣还是毛衣 如果它含有cashmere这个成分的话 它整个的质感和手感就会提高很多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阔型 看起来很硬挺然后很有型 其实十几度的话 我觉得这样单穿出去就可以 然后如果再冷一点的话 外面配一件大衣就完全OK了 大衣我就选择了Front Row这件藏蓝色的大衣 这种牛角扣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上大学上 高中的时候非常频繁地出现在大衣上的一个设计 但是往往随着这几年流行叙事的变化之后 好像这种设计就也已经销身匿迹了 但是直到我前段时间看到它这个目录 这个牛角扣又设计在这样一个大衣上之后 我就觉得很特别 就感觉是那种轻松岁月又回来的感觉 这个衣服相对来说它比较薄 所以我比较推荐在一些气候稍微暖和一点的同学 或者明年开春放的话会比较适合 我虽然说它很薄 但是它的一个挺扩形 还有它的一个垂直度的话都很好 而且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衣服的剪裁 看起来就很简洁很干净 这件西装可以算作是我自己的一个全新的尝试 因为我之前的西装都是颜色 要不然是黑色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保守的颜色 但这个红色西装的话 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尝试和搭配 当时看到那个模特的图之后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拿回它之后 它整个西装的这个扩形 还有它的一个面料质感 真的是让我惊喜 它是100%羊毛的一个西装 然后它这个肩部的扩形 刚刚它不会说是很窄 显得整个人都很拘束 同时也不会说是特别特别宽 很夸张 那因为其实这个西装已经非常有新一点了 所以我就想让里面的搭配 简单再简单 所以我搭配了一个黑色的打底衫 然后这个牛仔裤是优衣库U系列的这一条 我觉得它可以算作是这种黑色打底衫的最佳搭档吧 颜色我觉得可以和这个西装相互应 所以搭配了一双柯尾的这个九龙色的靴子 那其实我之前的照片里面 搭配的是一双后底的马丁靴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 这其中我觉得非常适合于冬天 你如果长时间待在室内 如果说你穿一个比较厚的大衣 会能搭在室内 会感觉到非常的拘束 如果你脱掉这个外套的话 也有三段来说会有点冷 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厚的一件衣服 因为我赶紧急的时候要去红尸玩 所以我看那边气候都是零下十几度之类 所以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件非常非常厚的衣服 标签都还没有拆 但是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是一件来自于ZARA的这种棉衣吧 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博士顿 就是类似于非常非常冷的地方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就是一件比较薄的打底衫 加一件西装 然后你平常去通勤啊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穿一件这样的大衣 整个来说就看起来就 哇真的是太有安全感 太温暖了 这个衣服我觉得设计比较好的一点吧 就是它里面是这种加绒的 但是它的袖子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的这种大衣的袖子 它有一个好处是 这样子里面不管搭配再厚的衣服 它不会让你的胳膊就是变得 领动非常不自如 因为有时候像冬天 女生要拿包来要提东西 如果你这个袖子就已经非常的肿的话 我觉得你再背一个包 真的就是感觉跟上行一样 但是它这个身上又会特别厚 身上怎么样保暖好了 你整个人都会热起来 如果说你的城市 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夸张的地步 但是冬天当穿一件 这个西装也会冷的话 我会建议一般年 你可以再配一个这样 这种双面的羊毛大衣 然后你这样比较穿 其实也是非常好看 这也是来自于 ZM Queen他们家的大衣 他们家之前 卖的最好的都是那种纯色大衣 但今年他们家出了这种拼接的 真的是一打眼之后 就感觉是非常独特 但这种拼接材质的话 我觉得你里面的这种搭配 就是越简单越好 我里面配了一个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衬衣裙 它是80%的羊毛 15%的Cashmere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大衣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家几乎所有的大衣 都是这种双面羊毛 双面羊绒的设计 然后这样的话会让整个衣服 它的形特别的纯粹 会在视觉上面让你看 它就非常的利落 然后不会显得很臃肿 这件衣服的设计 总的来说就是很帅气 不管是它的一个拼接 这样的一个特色 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尖章的设计 会让整个人看似还很挺白 这条连体裤 我一定要给大家极力推荐一下 它真的是太显瘦了 它整个布料就是稍微有一点厚度 然后很硬挺的布料 像这种布料做成连体裤 尤其是类似于这种 比较军装的连体裤的话 它真的是 觉得我在视觉上面 都大概可以轻个5斤 10斤左右的感觉 然后而且它这个裤子的形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其实有一些连体裤 它的这个胯这边收得太紧了 所以其实在视觉上面来说 就相对会比较显胖 但这个的话 它的胯是化了这个宽誉度 还有它整个这个形 渐渐相塞的感觉 真的是给我自己一种错误 让我觉得说我还塞我自己好手 戴衣里面搭配一体的话 除了就是毛衣裙 或者说一般的衬衫裙 然后像这种连体衣 它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给外面就搭了一件 这一个大衣 它也是来自于KUN的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今年真的出了非常非常多 好看的大衣 去逛他们的官网就 感觉就是他们家的 所有的款式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 你已经不需要去 其他的一些网站 搜寻其他的大衣了 平街啊 浴袍啊 或者说这种肩章 还有这种格子 这种元素 他们家今年都有 他们采用的面料 相对来说都很好 性价比都很高 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心机 就是你可以当做一个马甲去穿 那现在我里面换了一个 刚才搭配过的 黑色的脸帽连衣裙 那我其实觉得像这种 比较有特点的大衣 连搭配的越简单越好 这样的话 可以在初秋的时候 单独这样搭配 或者说你在室内的时候 这样子去穿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又换了一件 这个绿色的肩章 去年我一直在穿 一件灰色的肩章 然后今年这个墨绿色 是他们家的新色 其实里面这种军装的连体裤 再搭配搭你这个墨绿色的肩章 真的我觉得 人的感觉就是帅上加帅 而且他们家大衣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需求 它是可以made to order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套 是我觉得非常的日常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同时又不那么无聊的一套 这件毛衣是来自于 Eyler's Stories 我非常喜欢它 重点的这个大花 就算说它 有可能想象中说 这个衣非常有花 会不会太俗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 这样子看就完全不会 因为它像这种黑色的打地 再加上Oversize这种扩型 这个毛衣 这样看起来就很特别 非常有设计感 特色是来自于 洛杉矶的一个品牌 是Citians of Humanity 这个阔腿裤的裤型 是我非常喜欢的 整个来说非常的直通 它其实不是完全黑色 是有一点黑灰色 像它这个长度 大概是8分7分左右的长度 所以其实也非常适合于小个子 而且它这条裤子的收腰做得很好 就是它会让你的小裤 显得非常的平 像我今天搭配了一双 这个不是很高的话 其实平常的平地鞋 或者说比这个更高一点的鞋 都非常的合适 今天开箱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来自于Moya这个品牌 那这个毛衣 它是95%的样貌 再加5%的Cashmir 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 它前面是这种开叉的设计 但其实因为我现在里面 什么都没有穿 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建议 如果大家喜欢穿的话 可以给里面穿一个雕带 或者说短袖这类的打底吧 因为它其实还挺容易 这样子分开的 破型就很好看 就是非常休闲 然后非常宽的这种毛衣 然后它的这个领 虽然说比较高 但是好在它就是比较松 所以不会就是勒住脖子 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吧 就是虽然说它的这个材质会比较好 但其实拿到手里的细腻度会一般 所以如果介意的同学的话 有可能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剩下它的设计感 其实大家平常下面去搭配一条扣腿裤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看 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期视频 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单品 然后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购买 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些 那最后再重称一下 就是以上的选品 虽然有一些是公关品 但是它们的选款 完全是出自我个人的喜好 所以希望可以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会把所有的产品的详细信息 列在下面的信息栏 如果B站同学的话 我会在评论的置顶评论 给到大家一个链接 可以复制粘贴的链接 进到我的个人博客 然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产品的信息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